歡迎大家來到用嘴巴去旅行的葡萄牙片 我們今天會分享怎樣做這個葡萄 這個葡萄是簡易版的葡萄 所以適合這些忙碌的香港都市人做 說明是簡易版材料都是非常簡單的 這個食譜的份量是足夠做大約12個 材料我們會用到現成酥皮 我用了上面的印度菲餅 你用下面的西式的現成酥皮也可以 不過我個人覺得上面的比較好一點的效果 葡萄的蛋漿我們會用到4隻蛋黃 200毫升的牛奶 如果你不用牛奶的話 用無糖豆漿也可以 之前我也試過 另外還有100毫升的忌廉 還有60克的糖 如果你自己不想吃那麼甜的話 你可以儘量自己減糖 我們首先處理了酥皮 在包子裡拿出來 放室溫 放它大概三幾分鐘 五分鐘 它就開始軟化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捲成一個筒形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切開一段段 每段的重量我們要量一量 是22克的 如果不夠22克或者多了的話 你就自己在尾巴切出來 加來加去這樣 加在尾巴那裡就可以了 量好一塊塊之後 我們就好像 用汽水罐一樣 把它凍高然後壓扁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造型了 我會用到這些金屬的撻霧 當然有一些是石紙的撻霧 不過那些比較軟 所以就不太操作 所以我就買了這些金屬的撻霧 那就是很便宜的 其實你去家品店那裡 有些都可以買的 幾元一隻 我甚至是淘寶圖回來的 那就更加便宜了 手勢你就看這個影片示範了 主要都是用兩個手指頭的肉 就由中間開始按 一直按按按按按 沿著那邊去上 而一邊按的時候 你是一邊在轉那個撻霧 而且一邊按就感受一下 是不是平均 它的厚度 我們是按到那個鬚皮 是要有一點點凸出來那邊 讓那些蛋汁是沒有那麼容易寫出來的 做好一個就放在冰格或者雪櫃那邊 冷著它 讓它冷著 甚至這個步驟是絕對可以 早一天做好 放在冰箱那裡 隨時準備好是拿去焗的 好了輪到做這個蛋漿了 首先把這個100毫升的忌廉 和這個200毫升的牛奶 是拌在一起的 然後把四個蛋黃 和那些糖 就略略發勻 先把剛才的忌廉和牛奶 加進去 然後再發勻 這樣就完成了 也是啦 這個蛋漿都可以預先做定的 如果放在冰箱的話 就記住用保鮮紙蒙著它 好了 我們真的要煮這個普撻的時候 就把那些撻皮 在冰箱或者冰箱那裡拿出來 凍冰冰的狀態 然後就可以倒一些蛋漿下去了 千萬千萬記住不要太貪心 倒到大概80% 70%最好 那就不要倒到那麼悶了 其實我想說我這裡已經倒得太多了 所以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你比我倒得再少一點 那就正確了 然後小心翼翼地 把它們放進氣炸鍋那裡 然後再超級小心翼翼地 把氣炸鍋蓋起來 然後開爐的 這個真的要非常輕手 不要搓到那些蛋漿掉出來 我用了180度20分鐘 大概15分鐘的那些時候 你可以打開來看看 看看情況如何 如果你覺得焦糖效果未夠 你可以加甚至200度 再5分鐘去做它 這個就是20分鐘後的樣子 我對它的色水都非常之滿意的 如果你沒有氣炸鍋的話 用焗爐一樣都ok的 我就用了190度 但是就要焗久一點了 40分鐘 再加5分鐘的正常火 去做焦糖的效果 這個就是用焗爐焗出來的效果 好 那我們的氣炸鍋那一水就可以出爐了 那我們要趁熱把它脫毛 小心用夾子夾了那些葡萄出來之後 可以戴著隔熱手套去處理它們 又或者好像我這樣很強悍的 徒手捉下去自己的手 不過我都要用紙巾佔著的 有時候你會看到邊是黏著了帽子 那你就可能要用刀子 這樣可能夾一下夾一下 夾回去出來 其實如果當初不是那麼貪心 放那麼多蛋汁下去 就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那因為其實它在加熱的途中 那些蛋汁會升高 然後就會倒出來 在邊邊流出來 所以令到它黏著了帽子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那麼貪心 倒到大概七成滿 那些蛋漿就可以了 幸好我這一水 都有大概四顆 是正常可以脫毛 只有三顆是要刀出來的 大家都聽到底部其實蠻脆的 咬下去又怎樣呢 都鮮鮮鮮的 所以算是蠻成功的 還有這一隻 記住大家是趁熱吃的 即煮即食就最棒了 我最欣賞的就是它可以 預先準備好塔皮和蛋汁 到真的要吃的時候 才把它們二合為一 熱辣辣送上 非常之適合這個開派對 我會繼續在這裡 和大家分享更多葡萄牙 和世界各地的不同菜式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Mina's Hungry Planet 用嘴巴去旅行再見 拜拜 拜拜